为什么要以素养生? 素食才能保证我们身体的运行速度与平衡 经有关健康资料给予合理化健康建议 只有素食才能保证身体的一个弱减性体质 有句话说 酸性体质乃百病之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种弱减性体质 肉蛋奶面米等主食都是酸性食品 只有蔬菜水果还是减性 如果想达到一个减性体质 我们只能多吃蔬菜水果 才能保证这种健康的弱减性体质 来保证身体免疫力发挥最大作用 一热养生也能帮助你适应素食 人只有在饥饿时 味蕾更敏感 这个时候你吃什么都会有味道 久而久之 你也会适应素食味道的纯粹 而愿意去以素食为生 当你一次次去历练自己的味蕾 白水煮面 你能吃出面的本香味 做菜的时候也不要多放油 药菜呈现它的本来味道 你会觉得天然食品 不经养生而且美味 人本来也不是食肉动物 所以我们还是遵循人体的本能机制 以素为食 一额养生来达到身体健康的平衡状态 要懂得来日方长 我们便记住这养生之本 以素养生 素养康健